拿到烏鱼籽 我们就把它泡在高粱酒里面 泡个一分钟 我们再来气磨 气好了 我们再拿去烤 温度要在300度 在350度 烏鱼籽放在网子上面 靠近那个火 表面上会啪啪啪啪 隔面再烤 这样子两次的这样子就好了 如果在家里 没有烤箱 可以用平底锅 等它热度有稍微冒烟的时候 我们就把乌鱼籽放上去 然后一个面大概煎个15秒 让它的表面有点焦黄 香气出来这样就可以了 火鱼籽在切 我们是斜刀切 可是也不能太薄 太薄它没有那个口感 跟那个萝卜吃下去 还有蒜苗一起吃下去 再追你鱼籽的香气 我们下期再见